3 2 1 音乐 怎么觉得 每次坐车都会遇到你 是啊 好像 每次坐车都会遇到你 天真浪漫的勇敢 机会能走到远方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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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一样看不到人 你们那边又有两个退赛了吗 主郎我们也放弃了 再见 我们下一队是 哪比 浩然 那我们杜江和莫斯艳 记住了气势很重要 拼了不要怕 power 两队在开始之前 有什么要向对方说的 抬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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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那不是软波啊 不用在意 好准备 键刀 石头 布 剪刀 石头 布 布 布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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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准备 剪刀 石头 布 布 孩子你在干嘛 好准备 好准备 准备 来真的了 来真的了 剪刀 石头 布 布 啊 哎 错了 哈哈哈 他先拿我的盾牌 盼 先把岑台给扣住 然后 然后 拇练 自知是没有很协调啊 再一次 再给我一次机会 再给我一次机会 准备啊 来 石头 布 布 好 大家都很紧张啦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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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头点子 布 布 你在干嘛 发射了什么 发射了什么 鞋头点子 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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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只管泼 只管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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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干嘛 发射了什么 下一站你要去哪里 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 在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 你累了我还背你 我还背你 我还背你 我怎么想 我 我 你我才第二岁 首先请两位特工明确自己的身份 是我呀 娜娜 一个个来啊 一个个 一个个来啊 不是一个个来 主要是姐姐想跟你在一起拍 就拍不下 哈哈哈哈 哎 那我试一下好不好 试一下 唯有试一下 可不可以一下照下我们两个人的脸 好不好 照的下代表她的更广想 哎 对 好 请戴上耳机 喂 你 你的身份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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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知道了 啊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哎呦 有信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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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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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 可惜了是吧 太可惜了 好好一个人就做了窃贼是个意思吗 完蛋了完蛋了 所有人都已经明确了自己真实的身份 希望大家通过四轮的比拼可以获得更多有效的线索 最终找出那个真正的窃贼并且完成公义的梦想 好 马上进入的是唐人街传声筒 一球 一球 太可乐 惊恐的小眼神 哇 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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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spin 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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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 最后一棒 一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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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下 一撬 一撬 摆下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撬 摆下来 哈哈哈哈 导演 发挥你丰富的想象力 随便才 联想 导演来 导演这个真的是要二度创作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信息 肯定是传达有误的 嗯 更新那个第一句话 他说的是东北话 王源是应该四川人 我觉得应该第一句话 是从他老家的方言开始 就是 我告诉你 就是 所以其实 好聪明啊 好聪明啊 哎呀 我好崇拜你啊 好崇拜你啊 因为他那个 而且东北话的普及率 毕竟比较高 四川话其实普及率 不如东北那么高 而且当时我在观察大家的表情的时候 第一句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一句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翻的话 不是一个像波罗拉卡托勒皮 那么容易记音的话 对 那东北名言 但这句应该肯定不是东北名言 对 但我觉得它应该是跟踢球皮球什么的有关系 哈哈哈哈 最终给我一个答案吧 是什么 就是 就是 踢球 球挂墙上 摘不下来了 就得多大力气 谢谢啊 谢谢哥们 哈哈哈哈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哥们 谢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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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请 新歌 第一棒直接完蛋 这太难了这个 什么什么 心中有天地 歌词可以给你看 再放一遍 你对着再练一遍 来 走 完了 干脑并进步低头 我们心中有天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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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都记不住 现在娜娜的状态跟外国人 为什么分别 这是我方打入你方的间隙 可以了吗 对 我我我决定直接放弃两句 我们就保两句行吧 哪有自己还减分的呢 可以可以 答对了就零点五分 答对一半就赢你们了呀 对啊 尽可能地赢 因为谁知道他们会答对多少 对不对 来 好 听听 第一个 内敛一口气 内敛一口气 VP 内敛一口气 我们心中有天地 天气 我们心中有天地 我们心中有天地 内敛一口气 对 我们 我们 内心一口气 我们心中有天地 这是来来来 不错不错 内心一口气 我们心中有天地 内心一口气 我们心中有天地 我们心中有天地 对 内心一口气 我们内心有天地 活生生给改成了rap rap hip hop hip hop 好 内心一口气 内心一口气 我们心工一口气 内心一口气 我们心工一口气 这孩子怎么给说成龙气了 我听着 没错 感觉生吞了一剃包子 想想想那个歌词 场外不准提醒 来 周杰宏 往前一点 不能再有任何交流 内心有天地 什么一口气 内心一口气 心中有龙屁 心中有一屁 最终答案 什么内心有天地 胸中一口气 往回找找 你听到了什么 内心一口气 对 然后 我没听过 也是一句歌词 这个什么都是 已经问了我 穿哪件呢 这件落得太少 穿 穿这件鸟吧 穿上这个一定特别特别的美 来了 来了 穿诺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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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鞋带开了 穿诺 你家什么时候买了皮毛体的沙发呀 什么沙发 是你啊 我以为 你以为什么 没什么 什么没什么呀 风 看看 我这身鸟好看吗 你这鸟挺能装的 什么叫挺能装啊 我看你挺能装啊 你现在看我穿一身鸟 是不是小鹿乱撞 快装死了 哎 对了 四孟 我其实呢 是有别的话想跟你说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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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准备好呢 行 我准备好了 你说 我是想问问你养父一些情况 他最近是不是 完了 是我养父 他回来 快快 藏起来 藏 藏 藏 床底下 床底下 来 来了 来了 我是唐人 我是一个警察 这里是不是李先生家 是啊 那李先生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不知道啊 怎么了 那你是 我是他的养女 养女 养得够好了呀 你真是泡条鱼能当年画了吗 不是 你要干什么呀 不是 我告诉你啊 那个 我爸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呢 没点啊 你改天再过来找他吧 我 我找他有点点私事 我今天还有一些私事要处理 你有什么私事啊 这话让你说的 就不信人家 谈你恋爱什么的 谁啊 完了 我养父回来了 快快快快藏起来 不不不不 这不能藏 这不能藏 这是我的私事 藏着藏着藏着 来了来了来了 爸 呃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你警察叔叔的招有什么事吗 李养父在家吗 不在 不在家 你养父不在家 不在家呀 那就好办了 啊 你要干什么 小姑娘你不要害怕啊 叔叔叫昆太勒 哦 叔叔是 李养母的高中腾鞋 她是我的成名 我爱她的时候 我去被你的养父抢走了 被她抢走了 这到底是危险吗 啊 怎么又来人了 谁 可能是我养父 我不知道他见到我 我藏起来 快把我藏起来 藏藏藏藏 藏哪 别别别这有人 这有人 藏藏藏 哎那也有了 藏藏藏藏藏 藏藏藏藏 藏藏藏藏藏 来了来了 来了 来了来了 来了 爸 一个人在家锁什么门呢 啊 我在家试衣服呢 试衣服 啊 你上礼拜不是刚买过衣服吗 上礼拜买的衣服 这礼拜 哪知道能不能穿得下呀 孩子一个人在家换衣服 窗帘也不拉啊 爸你说的对 我应该去把窗帘拉上 爸 爸 怎么了 你干什么 我换件睡衣啊 爸 干嘛 我最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 特别特别的帅 怎么会那么帅 爸爸 是吗 嗯 那我就穿着吧 那你就穿这个吧 好 嗯 谁啊 出来 我可发现你了出来 你说你小子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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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干什么的 我是斯诺同学 我来给他辅导功课的 哦 对 我我我也是斯诺同学 我来监督他 给他辅导功课的 哈哈哈 我也是斯诺同学 你还有这么老的同学 哎呀 随后不讲了 我想回去爸爸妈妈 等我们期盼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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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叔叔再见 啦啦啦啦 我的一个仙女吧 哎 你为什么不走啊 我 决定在这吃晚饭了 怎么着 认不认识我呀 我不认识 不认识我 不可能啊 现在满大街 都是我的通缉项 我 杀人嫌疑犯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来 在电视的新闻里 看到过这条消息 你面对一个杀人嫌疑犯 一点都不害怕吗 我为什么要害怕你 你不应该害怕吗 哈哈哈哈 也对 你怎么会害怕呢 因为你 才是那个真正的杀人犯 证据呢 证据呢 宋帕死的那天监控录像里 只拍到你一个人进出工厂 没有第二个人 所以 所以那是你知道 工厂的监控录像 只能拍下来七天的东西 你在七天前 就潜入了宋帕家 然后算好时间 七天以后 趁宋帕不备 你再把他 开上 你可能忽略了 你当时藏在了床下 床下不小心 留下了一个脚印 哇 就算是现场有我的脚印 只能代表我去过他 但是动机呢 我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你凭什么说是我杀的人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 因为你那个女儿 被一个男人给了 你闭嘴 我刚不小心拿错了Snow的笔记本 上面记载了一个悲惨的故事 坏机 把你抓起来 再多一块帅 放开我 走门 思诺 对不起 视线怎么会变成这样 思诺 其实 武汉恶让我冒冷汗的猜测 那日记本上被人撕掉了一夜 你能告诉我 被撕掉那夜是什么吗 你猜 恶人是不是该这么想 特别棒 那个销魂的小眼神 哎呀我的天哪 所以今天我为了要演好这个角色 你知道吗 我还专门看了一下那个笑 吓一跳 吓一跳 心里咯噔一下 这时候你来选择你帮助哪一对 你帮谁啊 晨晨 晨晨说说话呀 姐 帮谁 哎呀特别是透过腾哥这张脸 看晨晨我这可快的帅 这个中餐是三块钱一份 西餐是五块钱一份 我要中餐三块钱的 小童你那三块是哪来的 是沙翼老师请我吃了一顿中餐 非常的谢谢 我也想要一顿中餐 可以也拿钱 啥呀 我也想吃 两 我要两份 哇真是阔气啊 真是大款 来上中餐吧 哇谢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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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贾琳姐最有CP感的人 啊 这不是你吗 王在王牌家族里 咋的啦 来王牌家族 澄清我们俩的关系了啊 哈哈哈哈 不对啊不对 王牌对王牌里最不会玩游戏的人 你到底看了没有 看了看了 就是因为看了才能打出这样的弹 这样 我再提示一点 再提示一点点 跟腾哥刚才 坐在椅子上的所作所为相关 啊啊啊啊 啊啊 王牌家族 最最容易在现场睡觉的人 啊啊 马上了 我王牌家族最懒的人 很接近 王牌家族最爱犯困的人 很接近 啊 王牌家族最爱干活的人 王牌家族最爱打瞌睡的人 王牌家族黑眼圈最重的人 王牌家族最爱睡觉的人 不要再罢我哥了 他也是个人哪 哈哈 王牌家族最想收工的人 哇 哈哈 哈哈 咋猜出来的 那懒吗 不想干活吗 哈哈 哇 刚才的问题是 今天现场 最想赶紧收工回家的人是谁 啊 其实是我们所有人 但是有个罪 那就非你了 下一题是谁来说答案 我来了 朗朗来来来来 完了 钢筋大直男的答案 哈哈 好来 菲菲把这一轮的题目拿上来 哦 哎呦这个不好弄 描述一下 描述 这个 这个 那那个 沈 沈涛哥 哈哈 哈哈 涛哥怼不住了 节目里 相对来说最无趣的人 哈哈哈哈 不是吗 杨迪 你怎么会说这个 沈涛哥有意思哦 比如说 他 老有意思了 但是人家是为了给我们Q场 才没意思 才没意思 哈哈哈 哈哈 王牌对王牌你们 最无聊的人 最不火的人 最不火的人 还错了 最无聊的人 最不火的人 最 最不火的人 你进去别出来了 哎 不是啊 你还以为 哈哈 涛哥 不是 晨晨 真是这一次来录王牌的机会 哈哈哈 还想来第二次吗 哎 还有让我再想啊 嗯 最最辛苦的人 有点这意思 嗯 那个王牌对王牌里面最正经的人 啊 谁是最不正经的呢 你受伤 啊 王牌对王牌最吃力不讨好的人 哈哈哈 你是够了哈哈哈 但是归类于什么人 归类于什么人 我 哈哈 哈哈 最没才华的人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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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是 他说处理不到好 鬼类一下 这类人是杀人 哈哈哈 最不像人的人 啊 啥 最不像人的人 哈哈哈 哎 镜头欠一下 谁是最不像人 你这个还真 对了一个字 那个人之前那个字 那个人 那个字是在问题当中的 对 最 最 让人讨厌的人 哈哈哈 不对 杀一个 事可而止吧 平时都是你 哈哈哈 我这么说吧 不适合什么 最不适合做综艺的人 对 很接近 哎 最不适合做艺人的人 哎 正确 什么 哇 最不适合做艺人的 这太难了吧 得罪了 我是因为他们说的那个 顺着他们那个 解释的有点迟啊哥 哈哈 你看汤哥本身就是 优秀的主题 哎呀啊 哎呀哎呀 相当有才华了 什么才华 嗯 才如全有哈哈哈 哎呀喜欢思腾这部剧的观众 都特别迷恋 景田和张彬彬 在剧中的这个合作搭档 掌声有请景田和惊喜嘉宾 张彬彬合作带来热播剧 思藤的插曲 《夏洛不明》 我生长在西南面临 抬头是铁 低头是铁 若不是秋山多事 谁愿意一头扎进这人间道 活也活不成 爱爱不当 错过车站陌生的人群 也许才巧合 遇见你已换成 感望开张迟到的电影 会不会在偶遇电梯谋存 谁的快门各自背影 通光过几秒钟 呼吸随着风 截曲隔着空 吹过你已经 只怕你已经下落不明 那天靠近 向前不想忍 只怕爱已经悄然无声 终力寻人 召唤了命运 不远也不尽 各自西东城市 像迷宫 数不信皆等 这双手原本可以享有 可人也不一切 习惯了错识 正将会刻呢 只要是你 我都可以 斯德 我喜欢你 只怕你已经下落不明 那天靠近 相见不相远 只怕爱已经悄然无声 终力寻人 偷换了命运 不远也不尽 各自西东城市 像迷宫 输过情节的 这双手原本可以享有 习惯了拖鞋 无动与众 如今这个人时间 是真的很好 谢谢两位的精彩表演 让我们要换一下张彬彬 欢迎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彬彬 斯腾这个剧 最近真的是非常火 然后我也在网上 看到了很多 你们拍摄的花絮 包括景田 这个一人分事两绝 谢谢 然后彬彬是各种 被虐的这个动作戏 然后你们自己 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 是什么呢 对 我们这部戏 确实是翻身越岭 也是为了拍摄出 更加好的一个 在剧里的一个画面 所以导演全部选择的是石井 去了特别多 地形险峻的地方 那我印象最深的 其实是斯腾复活之后的 第一场戏 也是在香格里拉 普达座公园拍的 那个暗纯沙的那场戏 因为当时天气又特别的冷 然后那一天 好像是光线快不足了 我们那个场景 好像去了两次 最终完成了那场戏 我去了三次 对 而且你吊着薇雅 就是一个在山奥里面 也是被挂了很久 我们拍近景的时候 手上都是捏着氧气瓶 导演只要一喊卡 就开始西洋 对 那个香格里拉属于海拔比较高 整个拍戏的过程也是非常的不适应 尤其是在树林里奔跑一些戏 可能你在比较海拔高的地方 你走路都会比较喘 别说跑了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既然今天两位都在 不如我们最后呢 还原一下剧中的名场面 暗唇沙的戏份 是你把我唤醒的 我把你唤醒的 你 你是谁啊 今夕何年 今夕何年 你就是说话好奇怪啊 从现在开始 凡事都要听我的 我就是你的主人 记住了 我叫斯腾 太美了 谢谢谢谢 非常非常感谢两位 因为今天冰冰还有别的工作安排 很遗憾没有办法参与接下来的录制 我们掌声再次感谢冰冰的到来 好 谢谢 谢谢